育龍老將林一輝在SBL下半季開幕站 可說是雙血靈門 第四節最後49秒 槍行切入跳投命中 不只個人生涯4000分成功達正 也讓比賽提前定調 終止台P開季以來20連勝的不敗紀錄 不過回想起自己能夠這麼順利創下個人紀錄 也讓他相當意外 其實前三節的時候我想說 今天應該是沒局了 因為前面手感不好 然後自己教練還是把我放在場上 那就覺得說不能辜負教練場對我的期望 然後就是趕緊挑進腳步 然後趕快讓自己動起來熱起來 手感熱起來這樣 然後剛好又有機會可以投籃 那就剛好球隊又贏球 然後就順利達成這個里程碑 儘管林一輝一開始手感不盡離向 前三節打完只有四分進帳 不過他也沒有因此繳械投降 在比賽的關鍵時刻 跳出來擋起贏球光誠 這也讓總教練邱大眾 對於他的表現給不大大的肯定 四千分 五千分 或是三千分 這是非常難人可貴 一個球員要花多少的訓練 多少的比賽 在球場裡面 比賽裡面 要打多少艱難的比賽 還要在很困難的當中裡面 還要把自己的得分提高幫助球隊 所以儀輝他是非常的難得 這四千分 因為他沒有在先發的行列 他沒有在先發的行列 所以天氣冷 所以他替捕的姿勢 替捕的身份上場之後 手腳比較冷一點 手腳比較冷一點 當然他是球隊的主力核心 上場球員在場上失後失壞是很正常的 再正常不過 稍作調整他會越來越好 沒問題的 開門紅的羽龍 雖然成功斬斷衛冕軍台皮的連勝紀錄 不過今天對上前一站 和台鷹撕殺到最後一刻的蒲園建築 還是不敢鬆懈 這幾羽龍能不能維持這股氣勢 追上和台皮的六場勝差 讓我們接著看下去 我來體育新聞 採訪報導 我來體育新聞 今天要來體育新聞